为一子和约母子撕破脸心碎妈妈告三子女 每一场法拍都可能藏着一个家庭许多无奈 本月底台中地院将执行一笔北屯路法拍物件 104.11平住商用四楼透天 及147.63平的工业地 两笔合并拍卖产权四分之三 地价1.9亿 然而笔录中未登载欠款金额 苹果新网最常发现原来有个笔酸故事 这两笔房产都是灵性地主白手起家打拼 原出租给电子厂当作工厂与办公室 2014年宁兰病逝后 两笔建物与土地 由零七与三名子女共同继承 四人各持四分之一产权 隔年7月租约到期 零七与电子厂续约到2019年3月 然而2018年间 三名子女却向电子厂提告要求返还房屋 原因是当初零七续约时没有通知他们 共有物的出租在一个管理行为 依照民法820条的规定 必须要共有人数预二分之一 应的部分预二分之一 才能够决定是否出租 或者是应有部分预三分之二 这一个租人契约对于不同意的工人 是不会有是不生效力 零七一气之下反击 2019年提出分割遗产 根据民法请求三名子女 因连带给付法定财产制 当婚姻关系消灭时 计算财产后 请求差额二分之一保障 约两千七百万 小孩没这么多现金啊 那他们名下只有这些 集成来的不动判啊 在这种状况下 法院只能去查封你的不动判啊 这个四层楼的透天 它的屋领已经达四年了 隔壁工厂的屋领则也 高达五十一年 那它在这个北团路上 周边又有特立乌啊 这种生活机能 这边那种乌行情 大概已经站稳二次头了 新案来说到三次头的释放来说 这一笔拍卖的真正的价值 还是在于土地哦